HELLO 各位好,我是Ali 團友,今天我們試試三天兩夜去足20間咖啡 好嗎?你不是真的喜歡嗎? 大家這麼忙,要看Youtube的話 都是希望不中伏的 而且要介紹一間獨特的咖啡 不是兩三分鐘吧? 不如這樣吧,今天我們就黃昏去到這間咖啡 體驗它日與夜的分別 那你就知道去的時候會不會中伏 這裏越夜越精彩的原因是開曬燈更加漂亮 這裏的場地要打卡真的很多 而且這裏的頂子我覺得特別漂亮 全部用竹子 然後晚上開了睡,很有氣氛 嘩,這邊很棒 你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 這個海景很棒 我就想著這個位置應該也挺正的 但反而沒有人坐 人們就坐在後面的位置 我知棍被風吹得很厲害 哇,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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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了8個小時 都不知為何咳嗽 嘩 很厲害 很多白頭浪 還有很大風 不過我覺得 當然沒有香港早前爆風頭那些恐怖 但我都很少晚上 在這些這麼大浪的時間 在這裡吃東西 看看豬頸肉好不好吃 好了 我終止搞定了我的手機 現在這個豬頸肉就到了 不知道它是不是炭燒 其實都有一些燒焦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來這裡是吃景多 大家千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說東西超級好吃 我覺得而已 嘩 意外 好吃 好軟好軟 好吃 豬頸肉好吃 變了立刻推介 是很棒 它的風吹到灑一灑一灑一灑 還有它的醬都好吃 很傳統的 泰式豬頸肉的醬 很美味 哇 這些芝麻又多香啊 壞鬼 嗯 而且它的豬頸肉 片片切得很平均 那些肥瘦的比例 我覺得這一碟是OK的 有時候出去吃豬頸肉 有些東西是很肥 但肥肉就沒有瘦肉 由下午呢 放到現在 快點過來吃 這個炸雲吞很好吃 又是 嗯 到現在都很脆啊 還有那個蝦是新鮮蝦 OK的這個 又是百多匹而已 嗯 好像香港港式炸雲吞 有豬頸肉呢 隨時呢 飛到這塊肥瘦 不拿出來就算了 不然飛走了 飛走了那些肥瘦 就這樣吃過癮點 今天天氣真正 正到暈了 今晚我們的主角 是這碟東西 和國海 你已經變成配角了 正後四隻 這個 咦 這個 擺汗 這裏吃蟹真的很棒 幫你切開了 沒有 都是 快點看看快點 真的嗎 很多膏 搞笑 吹到這些 刺子 鱼 真是 哎呀 好搞笑 吹到我要按住骨 這樣吹著 怕東西飛走了 骨子去了別人的桌子 就不好意思 飛走沒得吃 我剛才一開 那盒子巾 飛了兩張 不知道去哪裏 沒那麼知整 太知整 沒得吃 我待會掉落地 怕不如你先吃掉它 哇 這個 帶紙仔在哪裏 看不見 小到都看不見 這個帶紙仔 好 那我一口吹掉它 嘩 它的膏 真的 黏住了我的嘴 現在我講不到話 真的很高 但我覺得這個海鮮不算 超新鮮 有8分 它這個青口其實很大粒 和我的手指公差不多這麼大隻 單獨 嗯 好吃 嘗嘗這個青口 都很大隻 嗯 感覺不是雪藏那些 竟然 這個醬酸甜甜 你會覺得很配海鮮 真的 泰國的醬汁 其實我覺得這一碟 大概250港幣左右 都值得 我覺得OK 現在越來越多人 反而多人 我剛來的時候 是呀 是呀 真的 外面多人很多 大家看到 真的很多人 到處都有人 這邊滿了人 海是黑小的 坐著坐著很想睡覺 吃飽 加上坐在沙發上很舒服 這裡如果喜歡打卡的人士 真的不要錯過了 因為這裡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卡 基本上你來這個咖啡 和後面 就有個叫Luna Beach的咖啡 都很漂亮的 我有機會再拍給大家看 這兩個咖啡其實很近的 只是隔條街的 所以角色其色 就看看你喜歡哪些景觀 那邊都是對海的 但是那個裝修就不同了 那今晚這一餐呢 我就覺得海鮮 你不要跟香港比 香港的海鮮是 懂得做 懂得去用蒜頭 各樣的東西 做得很鮮味 那這裡呢 就主要是烤的 那我覺得都OK的 我都會給七分 那個帶子就小一點 我覺得主要是吃個景 那最棒的就是對著海 整晚聽到海浪聲 那就打電話 那又一晚了 那我們中午今天呢 就四點多鐘來到 那時候就剛剛開始 又不是那麼曬 然後慢慢看日落落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間餐廳很舒服 都推介的 這裡打卡了 都挺適合 整家人過來的 還有這裡的工作人員 我覺得都很友善的 都… 嘩嘩 又吹了一小時 又吹到 小心自己的貴重物品 這裡的洗手間 都好像挺漂亮的 晚上更加多東西 因為開了燈 更加多打卡的位置 很多花神的東西 餐廳都有購物 看來又不是那麼多東西賣的 我都不知道 其實呢 如果不喜歡海豐 兜口兜面吹來 後面這一排位 我覺得都很棒 好了 今集談到這裡 先收一下卡 拜拜 拜拜